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居然敢假冒地检署地方法院警察机关的名义 利用一般人对这些大人们敬畏的心态进行诈骗 常常有些单纯的老百姓就因为如此而被骗走一生的积蓄 先生 您好 来宾 第一 买 二 我是您存款银行的金融理财专员 李幸成 赛礼 谢谢 这两位是谢水云夫妇 自退休后为了迷腹从前因为忙于誓言而疏于休闲 总是趁着闲暇好时光 两人抗力情深的一同出友 一律干一干 谢先生在教谢太太骑脚踏车的 辛苦了 三几年终于学脚的车吧 三十七年 你啊 这也要教我脚踏车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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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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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来宾 一 百 二 十 四 号 请至 一号 先生 您好 我是您存款银行的金融理财专员 李幸成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们在周五的时候接到了警证单位的通知 说您的金融账户遭不法利用 什么 不法利用 是的 事态紧急 我们担心您的存款恐怕会被掏空 怎么会呢 为了保护您的存款并防止您的账户被不法利用 所以警证单位要我平行通知您 请将您的存款转入台北地方法院执行处所开设的金融保管账户 可是我的这个账户 先生 警证单位的检察官稍后会与您联络 详细的案情您可以请教他 为了您的账户安全请务必配合 谢谢 喂 请问一下 喂 水元 什么事啊 银行打电话他说我们的账户有问题 有问题 那我们是银行存款 我们先回去了 银行说检察官待会会打电话过来 到时候我再问清楚好了 什么 检察官 那事情不就严重了吗 走了 没关系 先回去了 好 来 收一下账户 哎呀呀 夫妻俩下半辈子 就全靠银行里的存款 这账户得了外线 存款被掏空 哎呀果真如此 怎么得了呢 谢水元决定 等检察官的电话一来 好好地问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先生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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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先生您好 我是台北行政执行处的检察官 B姓高 高检察官 我正在等你的电话 我那个账户为什么平白无故被人家不法利用呢 您先不用担心 我们检调单位的立场就是来帮助老百姓 当然也需要你的配合来共同打击犯罪嘛 所以现在基于安全的理由 请您本人自己报上姓名 身份证字号 存款银行还有户名 让我核对一下资料是否正确无误 我姓谢 叫水源 我的身份证字号是 检察官大人要求配合打击犯罪 谢水源当然全力配合 毕竟事关重大哦 谢水源先生 案情是这样的 经过我们巡线调查 发现有金融犯罪集团 利用不法途径取得你的账户 那我们怀疑该集团有在读定交易 你的账号可能被拿去洗钱了 所以在查清嫌疑之前 所有可能的涉案人 包括谢水源先生的理由 都必须一并起诉 什么 一并起诉 这有没有搞错啊 明明是受害人 怎么变成了嫌疑乱了 水源啊 你不要吓我啊 谢先生 无必惊慌 正是因为如此 为了保障受害人 我们台北执行处及检调单位 协请金融机关配合 开立了金融保管账户 你呢 只要办理了这个账户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破案 不仅可以证明你的清白 还可以保护你的存款 金融保管账户 这个金融保管账户是做什么用途的 简单来说 就是将你现有账户的存款 全部转到金融保管账户 这个安排呢 可以让我们进行安全监控 除了可以厘清你涉案的程度之外 还可以防止你的存款 因为歹徒洗钱而被偷空 哦 您的意思是说 只要我把钱转到金融保管账户 我就不会被起诉咯 没错 那 我的钱呢 呃 你放心 侦查终结之后 就会再全数汇回你的户头啊 所以请你为了自身的存款安全 还有个人清白 请务必配合 接下来呢 我会给你一组金融保管账户的号码 请你依照指示汇入 麻烦你准备一下纸笔 那个抄一下好 哦 对了 今天是礼拜天 明天一大早就去办 越快越好 知道吗 临睡前 泄水源望着手上的存款簿 怎么也想不透 自己的银行账户 为何会流出去呢 听高检察官说得如此吓人 不仅感叹这个社会 真是越来越不安全 越来越 哎呀 云口不安 你在干嘛 还在想那个账户的事哦 明天早上去办那个什么 我们金融保管账户 把钱保住 也把自己的清白给保住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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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檢察官啊 快不了啊 你以為是提款機轉一轉就好嗎 我戶頭可有五百多萬呢 釣到大魚了喔 糟糕了 沒有關係啊 我有辦法 你仔細聽我說 我協調一下 幫你開立三個保管帳簿 電話那頭露了下 電話這頭對了味 第二 高檢察官一聽泄水源有五百多萬的存款 更是催促泄水源快快快款 並且告知由於泄水源的存款數字龐大 決定要替他開立三個安全帳簿 我馬上就去會了 OK 泄水源聽從指示 分三次會款 轉帳進入三個金融保管帳戶 倒霉的泄水源會款會得提心吊膽 辛苦萬分啊 好不容易完成了轉帳 泄水源鬆了一口氣 就在這個時候 旁邊的幾個大字吸引了他的注意 這麼做就對了 泄水源本來就懷疑自己的帳戶資料 如何會泄露出具體 於是 在165反詐騙專線的協助下 趕緊返回銀行辦理警示帳戶 把他辛苦了一生的退休金給保住了 各位看官 如果你以為詐騙集團的手段只有這樣 那就錯了 他們變化詐騙方法 只需利用電話就能讓你傾家蕩產 白小令是一位專職的編劇 龐大的工作量讓他每天面對著電腦寸步不離 唯一可以讓他釋放壓力的消遣就是開快車 這收法單呢 對他來說當然是家常便飯了 也因為如此啊 男友在他接到第100張的法單之後 便禁止他繼續開車了 好啊 好啊 你要開始來接我 哎呀不用啦 我可以開始去找你啊 不要你那麼忙就不用麻煩了嘛 我去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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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妮 我可以開車了嗎 您好 這裡是地方法院執行處 您的訴訟文書 經郵政機關掛號寄答 因您未收到已退回本院 即將通知出庭應訊 請按9 有專人為您處理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這位大姐啊 你到底做了什麼 讓人家傳喚你上法院啦 快想想啊 快想想啊 不會吧 我罰單到我腳啊 雖然那一通電話讓他有點慌 不過趕著出門約會 也就無暇在理啦 但是 三人成虎這句成語 不是沒有道理的 您好 這裡是地方法院執行處 您的訴訟文書 經郵政機關掛號寄答 因您 您好 這裡是地方法院執行處 您的訴訟文書 經郵政機關掛號寄答 因您未收到已退回本院 即將通知出庭應訊 請按9 有專人為您處理 訴訟課您好 我想查詢一下 剛才有接到電話雲通知 叫我要按9查詢 好的小姐 麻煩您告訴我 您的姓名及身份證字號 白小莉 白是白色的白 小是村民不覺小的小 莉是茉莉花的莉 身份證字號是 A22331567 白小姐 您在台信銀行所開立的 0198-376-4826帳戶 還有信用卡六個月的賬款沒有繳 經判決將強制扣罰您18萬元 目前本案正由刑事警察局 金融犯罪調查課起訴當中 起訴 要看完下了好不好 我沒有辦他們家的信用卡 也沒有在那邊開戶啊 小姐 如果您對本案有任何疑問的話 請您直接與金融犯罪調查 柯聯絡 他們電話是0918-123456 什麼啦 剛剛看妳在那邊心神不靈的 有嗎 趕快太累吧 是嗎 想開車吧 乖點才行 兩人到了餐廳 小莉趁著她的安娜達一座時 趕緊撥打這這什麼啊 刑事警察局金融犯罪調查課的電話 理解心中的疑慮 金融犯罪調查課你好 我想查一下你們為什麼要起訴我 請問一下你的姓名和身分證號 我幫你查一下啊 我叫白小莉 身分證字號是A223321567 嗯 沒錯 就是你 我 你台信銀行信用卡的帳號 積欠六個月的卡帳 而且履傳不到 所以我們依法必須將你起訴 另外 我們破獲了一個 亞太金融未卡集團案 你涉嫌提供人頭帳戶 為犯罪集團洗錢 洗錢 是的 現在我要請你配合 進行電話筆錄的調查 請將銀行開戶情形 詳細告知 告知什麼 可是我真的沒有使用 台信銀行的帳戶和信用卡 會不會是搞錯了 白小姐 根據資料 這個帳戶確實是你的啊 不可能 我每個月最多只有繳交通罰單而已 哦 是嗎 嗯 你的資料就是從 監理站轉過來的 之前有許多以金融卡和信用卡 轉賬交通罰款而造成個人資料外洩 被詐騙集團利用的案例 我在問你啊 你有用信用卡繳納過罰單嗎 我有用信用卡繳納過罰單耶 哈 一定是被盜用了啦 怎麼辦 要不我清白啊 白小姐 現在已經進入司法階段 你必須立刻將名下所有帳戶內的存款 轉入國家安全帳戶 進行資金流向的清查 這樣子呢 我們才能保護你 看你的存款的安全 等到案情明朗化之後呢 我們就會把帳戶內的錢 轉回你的普通 等一下我會給你一個安全帳號 請你即刻到銀行辦理電話語音轉帳 記得 要快 阿倫帳號是 Sharry 我去銀行馬上回來 就這樣 小力急忙按照指示 去銀行辦理了電話語音轉帳 阿娜達搞不清楚狀況 也是莫可奈何啊 只是這麼一來 可樂歪了我們的賈大人高警官咯 小力最快速度將事情經過說了一次 沒想到竟得到這樣的回應 你被騙了 大小姐 你被騙了 再一次提醒各位看官 接到這類電話 記得隨時保持警覺 若發現容易 立即拨打165反詐騙專線查詢 當您不是被騙後 也不要驚慌 轉帳後的兩小時內 可直接至銀行 要求辦理 進食帳戶 保住您的存款 這就是所謂的黃金兩小時 在這一類的詐騙案件當中 歹徒利用了民眾 對執法機關敬畏的心態進行詐騙 讓單純的老百姓損失慘重 他們的手法如下 第一 利用司法及警察機關的名義 電話通知被害人 涉嫌經濟犯罪 必須出庭應訣 使人緊張恐懼 包括謝忍遠先生 你都必須一併起訴 什麼 一併起訴 目前本案正由刑事警察局 金融犯罪調查課起訴當中 起訴 不要讓人下來好不好 第二 告知被害人因個人資料外洩 導致歹徒不法利用 或盜用辦卡 危及存款安全 使被害人更加焦慮 你說您的金融帳戶遭不法利用 什麼 不法利用 之前有許多以金融卡和信用卡 轉帳交通罰款 而造成個人資料外洩 被詐騙集團利用的案例 一定是被盜用了 怎麼辦 要還我清白啊 第三 利用警調辦案的藉口 要求設定安全帳戶 騙光被害人所有的銀行存款 這個金融保管帳戶 是做什麼用途的 簡單來說 就是將你現有帳戶的存款 全部轉到金融保管帳戶 這個安排呢 可以讓我們進行安全監控 這怎麼行啊 我這就打電話到銀行去問一下 他們搞什麼鬼啊 不可以 第四 謊稱檢調單位正進行秘密查案 要求被害人只要辦手續 不可與銀行人民交談 避免穿幫 界先生 我們是特殊單位在進行秘密調查 你要是跟行員這麼一問 我們不就打草金蛇了嗎 不了多日的局都被破壞了嗎 更狡猾的是 要求被害人申請電話語音轉帳 或電話語音約定轉帳 是人不知貴不覺騙光你的成本 請你即刻到銀行辦理電話語音轉帳 記得要快 電話語音轉帳 甚至是網路電子銀行 乃是以電腦辨識系統來辦理銀行轉帳 就因為它不需要存折疾印件 已成為歹徒目前最喜歡利用的騙錢方法了 請千萬注意保密的重要性 就在電話中告知您的開戶帳號一起密碼 您好 這裡是地方法院執行處 您的訴訟文書請 警政署165專線特別提醒民眾 法院或地方法院 不會用電話語音通知出庭當使人店 是的 現在我要請你配合進行電話筆錄的調查 請將演 警察提關檔案必須請當事人親自到場製作談話筆錄 不會在電話中詢問資金帳戶等問題 好的小姐 麻煩您告訴您的姓名及身份證字號 白曉莉 若接電話支出 已告知代有關身份證號或銀行帳號等個人資料 不用驚慌 這部分資料尚無法影響您的存款安全 你被騙了 一旦民眾發覺被騙時 請把握黃金兩小時 立刻請往賬戶所屬銀行辦理警示賬戶 以爭取凍結賬款時間 警示自己的賬戶時請被妥必要的明證 賬戶存折及印件 本人的身份證明文件 貴款或轉帳的明細表和單據 若有辦理上軍疑難 可撥165專線請求協助 必要時將派遣信上警網 引導當事人盡速辦理警示賬戶 如有疑似詐騙案件 請撥打165反詐欺專線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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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